歡迎收看 週一到週五晚間8點鐘的 就是娛樂就是要健康 我是一沛 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要PK PK是瞎尾啊 PK明星親子料理的兩位來賓 這一對是演藝圈當中 非常令人羨慕感情很好 每天黏在一起的銀色夫妻檔 男的帥 女的正又辣 為什麼我這樣會說這樣 為什麼要說人 原因是因為這男的是我的搭檔 歡迎邵明哥 大家好 依佩 為什麼要說我的哪裡帥 沒有 她說謊只有說一半 前面男的帥是事實 後面她可能有點違心 沒有啦 我是在稱讚她 不好意思說妳 不好意思 不帶到我一下 對 一定要帶到妳的 但是不是我們今天來這裡 要來料理 所以妳緊張了對不對 我有點緊張 PK啊 PK啊 那是什麼 PK啊 不過雅蘭姐來我們節目好多次 每次只要妳做菜 收穗就嗶高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以前也是因為看中了她這個優點 我就非她不娶 真的假的 真的 因為妳要征服一個男人 真的要抓住那個胃很重要 是 她真的抓住妳的胃 你看妳的胃變那麼燙 她不是只有胃打 她是肚子都變好大 不是 我覺得所有的老婆 都犯了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因為在妳們講 老公怎麼都胖成這樣 妳肚子的大肚魚這樣子 對 妳有沒有想過 當妳吃不下的時候 都丟給我們吃 那是人肉收水桶就對了 對 然後反過來轉一個面 妳怎麼那麼胖 對 營養的部分 就要交給我們的好朋友 營養師劉怡玲 哈囉 大家好 妳到底會不會做菜 開什麼玩笑 基本上第一 我是吃了很多好菜 我知道啊 既然吃了很多 久病成良醫 所以呢 第二 看多 我們也就會做菜了 以前妳 用什麼做 用什麼 用手啊 用嘴巴做 嘴巴做菜 應該是用嘴巴做菜 妳老實講 妳有沒有吃過我煮的麵 我年輕跟他談戀愛的時候 有吃過一次 他煮的泡麵 泡麵 真噁心 什麼 真豐富 為什麼 因為他煮泡麵啊 他都喜歡把所有的材料 都通通丟下去 譬如說火鍋料啦 蛋花打下去 然後冷凍蔬菜 就是那種玉米 紅蘿 青色豆奶 對 然後 貢丸 念餃 什麼餃 只要是火鍋料全部丟下去 少說一個肉片 肉片 然後最後打個蛋花 重點是 他的麵 像泡了伏馬鈴般的伏手 很可怕 我跟你講 泡麵最忌諱就是 泡麵變伏馬鈴 對 就整個爛爛的 那什麼忌諱呢 不是 泡麵吃起來要有口感吧 對啊 你要帶點Q度 對 除了口感 你要在意到一件事 男人要吃飽 你吃飽 你當一條麵條 泡成一倍大的時候 話不是這麼說吧 話不是這麼說嗎 他把湯全部煮到麵裡面了 所以你喝不到湯 你沒見過這種技巧 湯的泡麵我主要是乾的 我認識昌明哥這麼久 而且認識演藝圈 蠻多銀色夫妻檔 但我不得不說 昌明哥就是被 用老爺的方式在侍奉著 沒錯 我跟你們去吃過 你是說我侍奉他 你是說我侍奉他 你啦 你被侍奉 你在家裡是王 我是嗎 他出去也是王 對 蝦子沒駁他都不吃的 是不是 我跟他們兩個出去吃火鍋 他叫了一船 這麼一大船 全部都是海鮮 因為這位老爺很喜歡吃海鮮 因為我很喜歡吃什麼牛小排之類的 牛小排燙完之後 他很貼心夾肉給雅岩姐吃 然後海鮮之後 他去看著那個名蝦然後就這樣 名蝦丟進去之後 沒錯 他老婆雅岩姐就是 一個一個這樣剝完之後 全部整整齊齊的放在他盤上 他才開始吃 對 誇不誇張 我都一定要先把它剝完之後 煮好之後夾給他吃 對 然後因為太多了 我還問說 不然你那個剝完之後 你如果沒有要吃你就給我吃 因為你也不想剝 對 我也不想剝 問題是他就是這樣被侍奉著 但是你要知道 其實他在我這樣的調教之下 他得到了大家的好口碑 是不是 我們在那個朋友的聚餐裡面 那個 譬如說四個人就一大份的那個 什麼蝦子啊 什麼裡面的海鮮的 好幾船放在那個地方 他剛開始是幫我剝蝦殼 因為剝蝦殼呢 各位 教大家一招 在還沒煮之前 先剝 比較好剝 對 真的 你都沒在剝 你都沒在剝 因為他有跟我講過嘛 對 他剝完我的以後 剝完我的以後 他把所有人的蝦子全部剝了 對 從此之後 所有禮物圈 給他一個封號 大家都一直約他啊 對 最賢妻良母 最賢慧的老婆就他 我跟你說 小鐘哥都在等我離婚了 他說還會結我 不過我想問 因為每個禮拜五 其實楊燕姐會開直播 對 我會直播 直播在做菜 那你都在做什麼 我這是靈魂的重要角色 來 料理 常常讓大家會覺得乾燥 不會 無聊 我想要看他做料理 他做料理很好看好不好 超好看 是你在旁邊洗洗涼 才會覺得無聊好不好 是嗎 你洗洗涼 超水 我都喝一杯水再回來 而且我的粉絲都會說 趕快做菜 不要再講話了好不好 因為你在那邊做料理 或是他去拿東西 準備的時候 我在旁邊一直冷宵圍 對 然後大家覺得好像有事在做 有話可以聽 然後我幫大家把那個 那個點播收看的那個 時間長度拉長 拉長就對了 對啊 就是冷宵圍還是很重要 對啊 邊做菜邊聊天 也滿有趣的 你不曉得後來我主要錄上 有人就在跟我講 我有看你們那個 雅蘭煮菜的直播 謝謝謝謝 最好看是哪一段 我就問他 他說我跟你講 我就是只在看你們冷宵圍 其他雅蘭料理部分都看過 你幹嘛這樣 我給你老婆一點錢 好不好 人家現在是有中西廚師指導 對啊 對 他有證照 而且中午是聽說 你最近開始訓練你的小孩 對 我兒子才好笑 我兒子跟我女兒都會說 媽媽 我也好想煮菜 我可以試試看嗎 他說他想要吃自己煮的飯看看 對 可是我覺得小孩子有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是滿好 因為尤其是男生 對 像這種不會做菜的 真的 娶得到老婆 真的是佩服他了 而且現在生育率有沒有 男女又不平均 對 要會做菜才能討得到老婆 是不是 對 反過來說是因為你爬帶的意思 怎麼會娶得到老婆 是你上輩子燒好香 是這樣子 真的 不用再求他了 好 今天既然這一對銀色夫妻黨 要來PK 我們今天的特選食材 其實是冬天 大家吃火鍋都非常愛的當勾 但是冬天大家都吃火鍋 吃火鍋要注意咯 可能有一些店家跟你講說 我這個大骨熬湯熬了7749天 多厲害 多厲害 加了一些祖傳秘方進去 熬到那個大骨湯一喝 就覺得很銷魂 但前陣子有一個新聞竟然說 有人就是因為喝了湯 然後有一點 感覺好像有一點中毒 到底是怎麼回事 來看一下 滿滿食材夾進鍋裡 大火加熱 冬天免不了要來碗 熱呼呼的火鍋 湯底也是重頭戲 和食材一起煮滾後 再和米一起熬成粥 這是近來流行的火鍋吃法 看起來整鍋都是精華 不過真的是這樣嗎 很多人都說 吶含量會超標之類的 對 可是就是 還是很愛喝湯水 還是會喝幾口 火鍋湯真的有毒嗎 實際詢問營養師 原來是因為很多湯底 都是用大骨來熬成 不過這些豬汁 雞汁 在飼養過程中 可能吃進含有重金屬的飼料 火鍋湯煮久容易釋放毒素 而且不少火鍋料 都是澱粉製成 煮久會孵化 吃下肚 血糖 熱量和普林 都會升高 一般來說其實三高的患者 像是糖尿病 或高血壓的患者 或是有血糖問題的人 其實對於火鍋料 我們基本上是比較 沒有那麼建議的 像是火鍋中常見的豆芽 內臟類 海鮮類 還有湯底 煮久都會產生高普林 有痛風的人也最好不要喝 那可能像是湯的部分 在煮之前就先烙一碗起來喝 盡量可以選擇一些 像是還有纖維的那個澱粉 像是玉米 南瓜 芋頭 這些會比較好 那我會把這些放在最後才吃 吃鍋想吃的健康 除了選擇低熱量湯底 食材放進鍋中的順序 也很重要 還要避免持續加熱 減少吃下毒素的可能 不過有慢性疾病的民眾 最好還是少吃微妙 這留意冰王志涵 我們今天特選食材是 當兒就要請教一下以理 銅蒿到底有什麼營養成分 其實銅蒿 像你看我們吃火鍋 常常吃到的對不對 它其實第一個 它可以煮湯 但是如果你煮成湯的話 你開始的時候 叫到湯就趕快喝了 為什麼 因為銅蒿的甲離子很高 那甲離子高 它會融在湯頭裡面 所以其實它融在湯頭裡面 剛開始火鍋就可以先喝 那時候也不會加太多的肉 那時候湯頭也不會太油 所以其實銅蒿可以先加先喝 然後另外銅蒿也可以用 像有一些山銅蒿什麼 你也可以用油 或是有一些油脂的料理去炒它 其實因為銅蒿它的維生素A 跟Beta胡蘿蔔素也很高 所以它也是護眼的很好的食材 小朋友吃其實對眼睛的保養很好 但銅蒿有一種很特別的味道 所以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而且銅蒿很特別 它在所有蔬菜裡面 蔬菜很少有銅離子這個東西 銅離子 妳是說靜音銅姐那個銅 對… 妳少聽到 銅對小朋友的成長發育是很需要的 一般銅都只有存在海鮮裡面 可是如果小朋友吃海鮮會過敏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它換成銅蒿 尤其是三銅蒿 三銅蒿現在有另外一種品種 三銅蒿它的銅離子特別高 我們大人吃銅蒿有效嗎 像因為我剛剛提到假 如果說有的人喜歡吃太多紅肉 或吃太多的東西 然後導致於血壓太高 或是血脂過高的 那其實我們多吃一點含假的食材 對 所以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把一些三高 降低三高的發生 言下之意就是老人家很適合 其實妳懂耶 是不是 我瞭歉嘛 老人家很適合 可是剛剛伊里有講說 銅蒿可是問題是 像超明哥他的順序 他可能會先吃紅肉 什麼牛肉先涮一涮 最後再吃銅蒿 但妳建議是先把銅蒿放前面 對 先放前面吃 那吃的時候其實 因為妳如果說不小心煮久了 他假的一直留在湯裡頭 就趕快先喝了 不會做菜 講了一口好菜的昌明哥 今天他要跟他老婆來PK 今天端出什麼料理 最厲害的 今天端出什麼料理 最厲害的 迷你烘蛋 不要小看這個烘蛋 因為小朋友愛吃蛋 對 把很多他們不喜歡接受的食材 我把它無形當中融入在裡面 真的 這坦白說就是蛋混一混之後 把它拿去烤 就這樣而已 不好意思 這裡面還有學問的 不是那麼簡單 裡面有很多 譬如說小孩子不吃 像說童蒿 有的人覺得苦苦的 小孩會覺得苦 小朋友還怕吃一樣東西 什麼 紅蘿蔔 不好意思 我今天就接受挑戰 我把這兩個不可能的東西 把它都融入進來 你知不知道每次來的藝人 每個都有加紅蘿蔔 對啊 我來跟你開玩笑 而且我們都加很多 跟你開玩笑 也而且都加超多 他上次做魚丸也加一大堆 那我問了跟你們有區隔 我就加少一點 昌明哥這個看起來就是 好啦… 勉強算過關 就是男人會做菜已經要加分了 我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我現在不講 好 先不講 來看看你老婆端出什麼菜 我今天的小朋友一定都最愛的 就是咖哩小肉丸 有沒有 這一看就知道 小朋友超愛咖哩的 對 咖哩跟童話會對味嗎 有問號 有問號 今天我們夫妻擋著這個PK 誰贏了 以後家裡的廚房就聽誰的 好 妳說的 妳說的 我可以聽妳的 如果我輸了 如果我輸了 以後我從此再也不輸了 不要… 我突然我有點後悔 我不應該這樣嗆聲 對不起… 對不起… 不好意思… 幹嘛嗆聲 不…嗆聲 還是妳的 好 趕快來介紹我們今天的 四位小小美食家 也是我們的小評審 來介紹菲菲 鳥 郭文 來介紹萱萱 歡迎Winky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 四位小小美食評審 今天就是兩位的小幫手 趕快來進入我們今天的明星親子料理 謝謝大家 好 首先雅蘭姐今天上場 要幫我們做的是咖哩小肉丸 要用的食材有哪些呢 紅蒿60克 豬絞肉450克 洋蔥一顆 紅蘿蔔一根 椰奶一罐 檸檬葉三片 起司片兩片 起司絲適量 咖哩粉鹽 還有胡椒各適量 對 沒錯 好 所以今天呢 我就要請兩位小幫手 幫我拿東西好不好 好啊 好嗎 Winky 然後幫我拿 童蒿 然後還有第二樣是洋蔥 第三樣是紅蘿蔔 紅蘿蔔有吃過嗎 紅蘿蔔應該知道吧 知道 菲菲知道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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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Winky 加油 好棒喔 菲菲好棒 洋蔥她拿對了 沒吃過 她知道是洋蔥 聰明耶 但童蒿 哇 你們兩個好棒喔 好 來 好 來 哥哥就是厲害 這這果然是猛男 好Man喔 你們好棒喔 都拿對了耶 這個是童蒿 紅蘿蔔 還有洋蔥 洋蔥都有了 太厲害了 好棒喔 我們要先做肉丸的丸子 所以我們要來拌絞肉 好 然後我先準備絞肉 以及切好的那個童蒿 童蒿我們就把它切沒 因為我們要把它塞到肉丸子裡 對 童蒿這個你會嗎 這個刀工 拜託 這你會嗎 拜託 我不把它切成膜 我怎麼把它融入在我要做的烘蛋裡 真的嗎 大家就是用器具攪一攪吧 沒有 我待會兒就切給你看 是不是 應該會錄很久喔 通常我們那個切菜的部分 只要10秒 10秒 10秒是不是 10秒要切完 對 好 然後我把童蒿呢 切沒 丟進去 這邊也有切了一些 果然有廚師執照那個刀工就是不一樣 然後還有紅蘿蔔 我們的紅蘿蔔也要切 對 紅蘿蔔呢 我沒有加在裡面 我紅蘿蔔是把它加在外面 會比較漂亮 對 就顏色會比較鮮豔比較美 是 然後一樣把它切成小丁 看一看那個刀工 小丁 所以我說為什麼每次雅燕姐做菜收視率會飆高 就是看它切東西就是一種療癒嘛 是不是 就感覺厲害 真的 把它切成丁 對 小丁狀這樣 對 你們家如果在備料的話 譬如說你在開那個直播廚房 昌明哥應該從來沒備料過吧 沒有耶 他完全不會幫忙 他都刺一刀 刺一刀 就很困難的你知道嗎 時間到才進來 沒錯 他就是刺一刀 不是 我們分工合作 因為他那個鏡頭的運用 對 角度拍攝都是我 是啊 我很會弄 你都在那邊亂弄 一直拍你的臉我要看它 對啊 接下來我的那個 肉末裡面我會加一點點咖哩粉 讓它有一點味道 對 有一點咖哩的味道 好 OK 然後呢 我也會再加一點點的胡椒粉 好 接下來我們加一點點鹽巴去調味 是 對 不用太多 好 然後就開始抓 好 通常如果豬肉的話 要抓出有一點筋性黏稠的感覺 對 抓出有一點黏稠的感覺 然後也可以摔一下 OK 稍微摔一下 讓它有黏黏的感覺 感覺很喜歡摔肉 對 一定要 肉要摔過 這個是內行 才會好吃 因為它要摔到有點出筋 對 那才會黏稠度 對 真的是講了一口好菜 真的 講了一口好菜 真的 對 好 然後我們把它出筋之後 然後呢 其實就是差不多等個10到15分鐘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是 直接做給大家看 對 在家裡你可以稍微靜候它一下 它就會稍微比較 黏在一起 比較容易黏在一起 是 然後我們就把它捏成丸子狀 然後呢 你也可以沾一點點的粉 麵粉 麵粉 對 麵粉 它就會比較凝固在一起 不會像這樣子黏黏的 這樣就完成一個丸子了 其實會有人做像這樣子的那種 豬絞肉的料理 會在裡面加一點點太白粉 但是如果要做給小朋友吃 好像還是不要 其實先不要沒關係 對 加太白粉它的用意就是一定要 也是要讓它黏在一起 對 那我們把它塞到出筋也是一樣 這樣也比較健康 對 也比較健康 了解 那外面加一點點的麵粉 讓它凝固在一起之後 我們就下鍋去煎它 不用煎到全熟 煎完之後就會變成是這個樣子 不用煎到全熟喔 只要表面有焦香就可以了 就是有點上色就好了 對 它吃起來就會帶點香味 對 這樣就很香了耶 對 然後接下來我就會用一點洋蔥 去爆香 還有我們的紅蘿蔔去爆香 然後加一點點的檸檬粒 然後還有我們的咖哩粉 下去拌炒 拌炒之後 把我們的肉丸子放下去熬 對 差不多熬個五分鐘 它就會是這個樣子 對 就是看起來很可口對不對 對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對啊 沒有 還沒結束 Winky好棒喔 她說還沒 沒錯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會 用這個起司 起司條 我就會把這個起司 鋪到上面去 是 然後 這個是軟起司 對 所以它會融化在 我的肉丸子上面 你的意思就是說 你煮完之後 趁它熱熱的時候放上去 不用 它不用 熱熱的放上去是OK 但是我等一下還要再進烤箱 了解 所以小朋友喜歡吃焗烤對不對 喜歡那個堪死的感覺 對 然後我就會再鋪上我們的起司 這太罪惡了 太壞 你老公輸定了 對啊 昌明哥哪裡有 昌明哥哪裡有贏的本錢 你告訴我 對 直接這樣 當然不可能會贏 好 在雅蘭姐鋪起司 沒辦法在眼裡 對 在雅蘭姐鋪起司的同時 我要來烤烤昌明哥 怎麼樣 看看你有沒有一些知識常識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可以跟我們一起來答題一下 下列哪一種情況的同好 代表不新鮮不宜選購 不新鮮 A 顏色水嫩 B 切口褐色 C 金較短 這可能我們是 根據藝人的智商來出的 是這樣子嗎 在我告訴你 在我告訴你 標準答案之前 來 Owen 哪一個 你幹嘛問小白啊 你的小朋友 小朋友 你問小朋友 小朋友 你也知道 A B C 哪一個 B 她說B 所以你是說切口褐色是吧 切口褐色當然是不新鮮 顏色水那本來就是要水水嫩嫩 那是新鮮度的問題 筋比較短 代表它是比較沒那麼老 因為你老了 它的筋會越來越長 是 對不對 切口褐色就放久了 它就有點轉黑色那種 你切當然就褐色了 真的喔 好棒棒 因為我們就有知道說 昌明哥來 我有跟製作單位講說 這題材廓很簡單 是嗎 他很怕他答錯會覺得 不管怎麼樣 掌聲鼓勵 恭喜他 對 所以切口褐色 當然代表就不新鮮 對 其實昌明哥真的說了一口好菜 真的 他說好紅蒲 對 因為其實今天比較短 相對它其實真的是比較新鮮一點 比較嫩 比較嫩一點 那如果是三同蒲的話 相對也是一樣這樣子的選擇 可是三同蒲跟我們一般吃的那種 一般的同蒲其實長度長不一樣 三同蒲比較長 對 比較長 對 所以也不要選擇顏色太深的 或是太軟 了解 好 了解 剛剛把這個丸子弄好 把起司鋪上 用軟起司跟這種散散的那種起司 對 會堪吸的起司 然後我就進烤箱烤 烤個大約5到10分鐘 就是讓它上面的起司融化之後 是 了解 就可以了 我的成品就是這樣子了 小朋友看到了 這個好厲害 好香喔 這個好美喔 這個好想吃喔 楊安姐這道料理看起來就是色香味俱進 但是我還沒吃到不曉得 待會兒伊莉有口福 但伊莉幫我們分析一下 這一道料理的營養成分 其實因為我剛剛有提到那個同蒲的部分 其實它很適合用油脂去入菜 那我們今天用那個紅肉的部分 紅肉很多油 所以相對我們要很多蔬菜 所以它剛剛有放了所謂的那個 洋蔥嘛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蔬菜就是銅耗 是 綠色的蔬菜很難露菜喔 對 很難露這個丸子類的東西 對 所以其實我還滿期待它這一代的 因為很多人都喜歡放紅蘿蔔啦 有沒有 有沒有紅蘿蔔啊 洋蔥啊 對 或是洋蔥 今天用綠色的我覺得滿特別的 待會兒去看看小朋友會不會想吃 蒼明叔叔的料理喔 好耶 接下來呢就是蒼明哥說得一嘴好 菜的蒼明哥要登場 要做的聽說是很簡單的料理 我們就看他怎麼做 迷你烘蛋 此話差異 這不是說很簡單的料理 我跟你講 烤一名廚師 點哪一個東西 可以一吃就照他的功力 猜 荷包蛋 錯 不是喔 什麼 蛋炒飯 蛋炒飯 你看到好簡單 就是米跟蛋而已對不對 我跟你講那個要很大的功力 你要吃到粒粒分明 然後每一粒飯上面 它有沾到蛋液 對 所以你炒出來 顏色要光澤漂亮 然後它不能混在一起 它每一粒米中間 它會有點分散 是 吃起來好吃 那個是功力 對 我的 好厲害喔 真的是說一嘴好菜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昌明哥這個迷你烘蛋 有用到哪些食材 好 包括了馬鈴薯80克 紅蘿蔔20克 鹽2克 銅蒿30克 蛋3顆 帕瑪森乾乳酪粉20克 黑胡椒粉 小許跟奶油適量 奧文跟萱萱 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好了 Yeah 萱萱好了嗎 好 那我們準備好了對不對 對 拿什麼 那幫我拿三樣東西好不好 好 我如果沒有這三個東西 我的烘蛋一定不好吃 但是如果你們可以 幫我拿得好的話 一定是世界宇宙無敵 最棒的好不好 好 聽好囉 我期待說 馬鈴薯 對 銅蒿 跟雞蛋 可以喔 可以 出發 預備 Go 我好期待就是昌明哥 就是把他們弄得像一個team一樣 然後感覺很團結 然後最後小朋友 都沒投他 好 拿回來 拿回來 小心喔 好 你站過去一點點 沒關係 來 好 我們把它拿出來 來 銅蒿有了 馬鈴薯有了 還有蛋 蛋 好 OK 都有了 沒有做過料理的 昌明哥要動手囉 怎麼弄 首先呢 我要展現我的切工 是 切工 看好了 不要傷到手喔 會啦 對 不要快 不要快 我這樣子呢 稍微切一個代表柱 代表柱 然後之後交給雅蘭姐 這樣 好 在昌明哥切同號的同時 我們要來考電視機前的 觀眾朋友一題 然後順便也問問雅蘭姐 但我覺得雅蘭姐應該會答對 對她來講太簡單 下列哪一種 不是最正確的清洗銅蒿的方式 A 水不要太大 B 葉片連根莖一起洗 C 酒泡在水盆裡 哪一個 基本上葉菜類不能酒泡在水盆裡 為什麼 因為要用流水 它的那個農藥才會掉 因為有一些蔬菜會有很多農藥 一定要有流水 它農藥才會掉 對 所以是C 這兩個應該都是考昌明哥 對啊 什麼 我沒在聽 我沒在聽 我很認真的在切 答案就是C 酒泡在水盆裡是不行的 不行的 好 來 我這個銅蒿已經切得差不多了 我們把它裝到這個小碗裡面 天啊 你切得好好喔 看到了沒有 來 這是個行家 我覺得不錯 不錯吧 我們把銅蒿放在一旁備用 好 接下來是馬鈴薯 馬鈴薯 馬鈴薯我們要怎麼處理呢 你最愛吃馬鈴薯了對不對 對 怎麼跟我一樣呢 我們真是好兄弟 對 你現在是在買票是不是 你現在到底在幹嘛 我們把這個邊邊 我跟你講 因為我接下來我要把它 切成絲 有人切馬鈴薯是要切的嗎 對啊 我要發誤了 浪費 馬鈴薯 老爺 馬鈴薯是要削皮之後再切的 這邊有為您切好的 你可以用這裡的 你看一下 剛剛那個馬鈴薯 他給它切到這首超 它馬鈴薯在哭耶 這個啊 也不是這樣切 通常是這樣子切 OK 有沒有看到 Oh my God 是不是 這什麼東西啦 這東西是吃蝦尾啦 不是 他做薯片他要做薯片 不以為你要做馬鈴薯片 他要做馬鈴薯片 你別以為這個我就是丟掉 這我沒有要丟耶 真的要幹嘛 這個因為它是薄薄的 對 我只要把它拿到烤箱裡面 烤... 烤到最後它就是薯片 懂不懂 好啦 妳好會剪 我頭好痛 剛剛那個可以剪掉嗎 不可以 我們要放預告 好 我現在切馬鈴薯囉 好好笑喔 來喔 馬鈴薯喔 我要笑死了 但我覺得我們節目真的 可以請到昌明哥來幫我們切菜 有沒有 這哪有什麼 我在家裡偶爾也會切啊 真的喔 對啊 你拿刀比肩肩肩還不穩耶 好 OK 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你兒子都切得比你好 不是 我是因為小朋友在旁邊 我怕傷到他 真的 好 然後把它疊在一起對不對 今天是因為小朋友在旁邊 為什麼會傷到他 我不小心動作太大就不好 然後現在要切成絲囉 好 好 滑來滑去的 這馬鈴薯比較滑喔 對 你們這個買得太新鮮了啦 這馬鈴薯本來就是會滑滑的 這本來就滑滑 馬鈴薯基本它上面有黏膩會滑滑 是正常的 正常的喔 對 那我就真的認真切囉 好 你剛剛有 他一直滑去 你要滑去高雄是不是 不是 它這個 好 OK 接下來咧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處理囉 當然紅蘿蔔我們是要切一點丁 對 來切丁 對 你就要切丁 我跟你講這個 來喔 這個很厲害啦 來 切丁 好 紅蘿蔔它就不會像那個 馬鈴薯那麼滑了 對 疊那麼高會滑掉 不是 以免你就讓它切嗎 好 看它疊那麼高怎麼切 對啊 怎麼弄 你好樂喔 好開心喔 這節目怎麼那麼精采啊 歐文 說大聲一點 來 你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聽到沒有 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 好會講話 太棒了 我的天啊 歐文你好懂事喔 所以不管做的有沒有很爛 都沒關係 反正每個人有自己的想法 好 然後現在開始 我們先把它切條 對 先切條 對 小心喔 會 這裡 這裡 切丁 切丁 切丁喔 對 來 好 來囉 切丁 我好厲害 還OK啦 還OK吧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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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真的容易喔 超厲害 超厲害 我感覺是大鐵票耶 好 你有沒有看到 切個代表做就好了 有沒有 對 很厲害吧 好 那當然這樣子切完了之後呢 你看我們把它通通放進來 就都可以備用了 對 好的 就可以備用了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就要開始來混合我的食材囉 好 怎麼混 重點來了 我現在幾樣食材 包括了有馬鈴薯 切絲的馬鈴薯 切絲的馬鈴薯 我們把它抓起來一些放進去 對 然後呢 還有紅蘿蔔 紅蘿蔔 切丁的紅蘿蔔 給它放進去 我們把它放一些銅蚝 這是已經指定的食材了 對 食材 食材 食材我們就把它放進去 你放這麼多 開玩笑 太多了是不是 你自己也自己放進去 好漂亮 那還要再多一點嗎 他說很漂亮 還要喔 他的蛋只有三顆耶 對啊 好的 來 這三樣食材完了以後 更重要是我們需要雞蛋 對 雞蛋來 雞蛋打雞蛋要有那個 很厲害的 怎樣 單手打雞蛋 什麼東西都飛到外面去了 那個地上全部都是 真的可以教壞人家 正確的敲法是 你要拿一個碗 對 因為蛋不一定是新鮮的 所以你一定要敲了之後 放在這個碗裡面 看看這個蛋是不是好的 對 如果是好的 再把它倒進去 對 中間空調會烤這個 對 中間空調會烤這個 因為這樣蛋才會比較乾淨 對 OK 對 不是這樣子耍帥好嗎 不是 這雞蛋絕對好的 因為剛剛我去雞的那個飼養場裡面 剛剛掉下來我撿過來的 很新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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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回去做好 好 打到旁邊去 很新鮮 倒進去 因為通常如果你直接想耍帥 直接這樣打進去 如果是壞掉的蛋 對 就不好對不對 對 好 那麼完了之後呢 我們倒可以小抓一下 你直接用手抓 應該要用筷子吧 對啊 用筷子啊 好 我手套乾淨的啦 對啊 乾淨 可以嗎 可以嗎 有自己的風格 對嘛 但通常用筷子拌吧 對 我這邊要放鹽 因為要調一點味道 對 不然你就沒有那個 然後把它稍微的 哎呀 不得了啦 好 OK 哪裡有不得了 黑胡椒 黑胡椒 稍微灑一些 太多了啦 小孩會辣 小孩會辣 辣 我撈起來 不行啦 不行嗎 好…就這樣 好… 真的嗎 對啊 我加很多 很多 好 但是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 剛剛雅蘭阿姨做了一個 比較不專業的示範 她只說 上面要鋪起司 然後還有會黏黏的起司 我跟你講不專業 不然你要怎樣 我們今天要加的這個 這個起司呢 叫什麼起司 什麼起司 帕瑪森起司 然後呢 加進去 因為 真的 因為一般人你弄在上面烤 你咬起來吃 其實就只有那表面吃得到起司的 那個具體 你要把起司融入在裡面 融入在你每一口都有起司的味道 菲菲 知道嗎 這就差別點嗎 他也有加起司 對不對 會不會太多 太多了吧 來 幫你拌一拌 Owen是很公正公平公開的 有… 好不好吃 它是會跳票的 真的… 你放心 我這個肯定是鐵票 好 來喔 對 好 這樣OK了對不對 好 然後現在呢 你要幹嘛 我要拿我的模子 然後呢 我們就有點類似 章魚小丸子的做法 所以你是不是需要一根湯匙 你該不是要用手 不是 我現在先做一個動作 因為我們這個 你很怕說它會黏 黏了怎麼辦 所以我這邊準備一點奶油 增加它的風味跟香氣 那我們只要小小的在裡面 稍微抹一下 這樣OK 它就不會黏了 了解 當然如果你覺得說奶油 可不可以有別的替代 你可以用橄欖油吧 也可以 沙拉油 橄欖油也可以 是 而且不要多 你只要薄薄一層 它不會黏這樣就可以了 對 會講 會講 來囉 好 來 看到沒有 好漂亮 好漂亮 我就知道你懂 我會講話 你剛剛是用 你剛剛是不是塞錢給歐文 對啊 奇怪 歐文是不是你兩個都沒有 你們不要挑撥我們的感情好不好 奇怪 來 再一個 好香喔 好香喔 歐文 等一下等那個陳平白菜再 這還好香 對 好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對不對 對 然後呢 然後最重要的步驟來了 來 起司味太香了 就是我們要把它放到烤箱裡 而且烤箱呢 剛剛在亞蘭使用之前呢 我已經先預熱了 預熱 180度 預熱好 來 錢幫我打開它 烤22分鐘 22分鐘烤完之後 熱騰騰喔 來 其實滿漂亮的耶 很漂亮 其實現在滿漂亮的 迷你很大 對 說實在的 今天昌明哥有用心 有用心吧 對… 我光想這一道菜 你不要想說我隨便來這邊玩完的 我想了一個禮拜 真的 真的 很香對不對 好好吃喔 萱萱沒有玩到 有喔 你們一定會很喜歡的 好 來 唸書多的小朋友 倒是可以吃這個 因為它這裡沒有紅蘿蔔 然後我們剛剛講 童話其實維成素會很高 所以如果你今天小朋友 一直在唸書 在考試的話 點心倒是可以準備這一週 對 完全不一樣 而且它是一小小口馬上吃 對 一小口馬上吃 可是問題是你說 亞蘭姐今天做咖哩肉丸 其實也是一小口 對 所以真的有得比耶 到底小朋友 我是覺得歐文是鐵票啦 應該是會投昌明哥 但其他小朋友就不一定了 好 今天昌明哥的迷你轟蛋 PK亞蘭姐的咖哩小肉丸 誰會獲勝呢 馬上投票囉 好的 昌明哥跟亞蘭姐的PK 我非常想要知道結果 而且重點是 昌明哥是 算是第一次在節目上露廚藝 真的是 而且關係到 將來我們這個家裡面 誰聽誰的 這個很重要 好 OK 那我可以輸 以後 廚房歸你管 沒有 我沒有說管廚房 誰聽誰的 對不對 好 馬上就要進入我們的 評審時間了 因為亞蘭姐這一道料理 是口味比較重一點 咖哩 對 所以就昌明哥的先來 紅膽先 我先讓你吃 如果先吃我的 你的就難吃了 不是 有可能 不是 這一定的 因為什麼 因為它的味道太重了 太重你再回來吃蛋的味道 你就不對了 所以我是不是對你很好 這本來就是這樣 我先吃耶 你畫的好笑 我先煮 是我先吃 好 不要再炒 不要再炒 好啦 應該是先煮要先吃 是嗎 對… 對你比較好 好 那我們就先吃蛋囉 好不好 先吃蛋蛋 好 開動 開動 超好吃的 你慢慢咬 感覺到那個香氣 有沒有覺得蛋很硬 溫婷咬一口好不好 溫婷不敢吃 溫婷不敢吃 你看 你看歐文哥哥吃掉了 歐文好多吃 可以二三把它吃進去 好吃喔 菲菲好吃嗎 好吃耶 好吃對不對 但是咖哩還最好吃 對 你還沒吃 我會學學妹妹 是不是阿姨 有時候帶你去看電影 你怎麼對她那麼好 她就是比較好吃 因為我 因為我比較喜歡學習 好棒 這樣子喔 好棒 全部吃進去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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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勉強小朋友 那接下來 我都還沒說開動 菲菲已經聞到香味了 不是 那個咖哩丸已經 兩個男生 兩個都吃下去了 已經先吃完了耶 很香對不對 那我們吃這個好不好 讚 她說讚 菲菲說讚 妳說我的烘蛋讚對不對 我都還沒吃 阿姨 阿姨 剛剛那個咖哩的那個 好吃嗎 欸 妳不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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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用小朋友的東西啊 那妳再問一次 妳再問她一次 那個阿姨 阿姨 爸爸媽媽是不是說 老師也說 小朋友是不是要很誠實 對 對不對 不可以說謊話喔 你真的覺得好吃的 才能說好吃喔 對 投票也是喔好不好 都吃完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投票 緊張了 妳最後 萱萱先來好了好不好 萱萱要投票之前 伊莉來幫我們預測一下 謝謝 我第一次看昌明哥做的菜 真的是看到我背後都流汗了 背脊都涼了 對 但是她這一道菜 真的是有營養概念在裡面 真的喔 而且我剛剛吃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它的味道比較淡 就是說 真的比較適合小朋友 也比較健康 對 然後紅蘿蔔其實 有點脆脆 但是它沒有那個紅蘿蔔的腥味 對 然後那個銅蠔也吃不出 綠色的那個草味 對 所以你這個蛋把它掩蓋得很好 非常棒對不對 非常棒這樣子 而且還有起司在裡面融入 對 但是如果是我個人投票 看妳前面講了那麼多好處 因為我咖哩用的是咖哩粉 答對了 對 因為咖哩粉 對小孩子來說比較健康 對 因為如果是咖哩塊的話 妳不知道它裡面有很多 有很多加毒品 還有油脂 還有一些 對 還有一些不明的一些東西 所以實際上 它用咖哩粉這道 我覺得是很好 比較健康的 另外它的味道 比較有層次感 說實在的 妳知道什麼叫層次感嗎 層次感 層次感妳知道嗎 白日一山進 黃河入海流 一球接入木 更上一層樓嘛 就這個意思嘛 就是吃起來 它不只是咖哩的味道 它帶有一點點甜味 然後裡面肉味的肉香有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咖哩的香氣 其實都有出來 但是我不知道小朋友的舌頭 能不能那麼精準 對 所以我預測是 他們兩個會平手 平手 平手 那就看看 很激烈 到底會不會平手了 我還滿期待的 好 萱萱妳決定了嗎 決定了 妳知道哪個是哪一個嗎 那顆是咖哩的丸子 然後左邊的是蛋蛋 OK 好 投票 萱萱 Yeah 萱萱 Give me five Yeah 好 萱萱來 好 謝謝妳讓萱萱出來好不好 那那個是咖哩喔 然後左邊的是蛋蛋 妳知道哪個嗎 知道嗎 可以嗎 那妳投妳自己喜歡的喔 好不好 妳再看一下 妳有決定了嗎 決定了 好 那妳去投票 那妳知道齁 好 妳去投票 妳知道的齁 好 妳去投票 快點 對 妳知道放哪裡 好 妳知道嗎 她好會做效果喔 怎麼了 怎麼了 我們數三二一 然後就投票好不好 三 二 一 把它放在桌子上 蛤 妳不要瑜伽 妳不要瑜伽 快點趕快放好不好 三二一趕快放 好不好 這個是剛剛那個 咖哩的丸子 肉肉 肉肉 然後這個是蛋蛋 那妳比較喜歡哪一個 妳用講的妳跟我說 妳用紙的妳比較喜歡哪一個 妳比較喜歡哪一個 妳比較喜歡哪一個 妳可不可以 妳要選嗎 還是妳不要選 妳用講的妳跟我說 妳用紙的妳比較喜歡哪一個 妳比較喜歡哪一個 妳比較喜歡哪一個 妳可不可以 妳要選嗎 還是妳不要選 妳不要選 她要棄權 她怕我們 傷了我們的心 她那個時候想說多好吃 那我們就三票來PK好不好 因為她說她選不出來 可以吧 那不然這樣子 我跟妳講 我們讓Winky先休息 其他三個投完之後 那妳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妳先休息一下 那萱萱妳坐過來這裡 然後讓Winky坐外面好不好 好喔 好 Winky那妳想一下 妳冷靜一下 冷靜一下 好 好 兩位小男生我想是 迫不及待要來投票 應該是 不如我們就先來 歐文就是 對啊 很難講 沒有沒有 菲菲還不是妳的鐵票的Feel 沒有沒有 但是我覺得菲菲不一定 但我覺得歐文 非常有可能會投妳 我要看這小孩 到底有沒有誠實 來 好 歐文要覺得好吃喔 歐文妳要覺得好吃在投喔 好不好 真的喔 妳不要騙一顆姐姐喔 好不好 覺得好吃在投 妳知道哪個是哪個嗎 右邊是肉肉對不對 左邊是蛋蛋 決定了嗎 決定了 覺得好吃在投喔 妳幹嘛加強語氣 我怕她就是一面倒 好 投票 去投票 我沒有啊 妳一直收買了 妳一直收買了 換菲菲 不要衝出去 妳要覺得好吃在投 妳懂吧 妳是班長 因為妳來過很多次了對不對 那妳有覺得這兩道都很好吃嗎 都很好吃 有很難選嗎 有一點 但是 有一點 但是 但是我有一個心裡 有很好吃 有一個最好吃 有一個最好吃 有一個是很好吃 一個是最好吃 最好吃 好 那妳就幫我投票囉 好不好 請投票 好 好 好 最好吃 最好吃 好 那最後 Winky 妳決定了嗎 沒有 沒有啊 她還沒決定喔 妳想把那個娃娃放在哪個桌子上就好 妳想把娃娃放在哪個桌子上 那阿姨去帶妳 一起過去放娃娃好不好 那我們一起去放娃娃好不好 好 要不要 妳想放在哪個桌子上 就妳就放 好不好 妳想放在哪個桌子上呢 就這個桌子上 她比囉 對啊 她指囉 好 那妳就放上去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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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沒逼她喔 真的 因為她在走 她在走到一半的時候 她就比了那一個 她有指頭 我真的好感動喔 跟妳預測的一樣耶 對 我通常滿準的 我覺得啊 其實今天嚴格說起來 超明哥是獲勝的 對 因為以她第一次做料理 她能夠跟雅蘭姐有中西市 執照的人來PK的話 妳算是非常獲勝 不是 因為我要跟大家一個建議 我沒有很開心 因為我看到她在做的做法 我就覺得好噁心喔 不是 因為妳知道嗎 就好像一個歌手 他要去參加唱歌比賽 選歌很重要 你不是要選那個技巧 非常高超的 不一定 做菜因為對象是小朋友 對 所以我們要簡單 還有喜歡 就中啦 對 怎麼好意思 我覺得比較開心的是 昌明哥啦 原因是這集結束之後 因為兩個是平手嘛 所以 你也不用把廚房讓出來 他又可以繼續當大爺 對不對 大家都是贏家 沒有 以後雅蘭的幸福廚房 變昌明的幸福廚房 這樣好不好 以後直播就換你們了 不要… 她還是冷消微就好 她還是冷消微就好 好啦 今天兩位平手 謝謝 謝謝昌明哥 謝謝雅蘭姐 謝謝依林 謝謝幾位小朋友 就是樂 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